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正辉他炮轰前团队以为自己很行 瞎着最高持股回台都让戴胜义退居第二线 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时安风暴 这一次中标的情形让我们感觉到无地自容 因为我们对不起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新教辉陈正辉王品靠他到中国开疆辟土战功标柄 主导两岸发展战略带回六人小组回台旧王品 戴胜义为什么要听他的摊开财报就能发现 陈正辉和妻子共同持股五点六六趴 不下于戴胜义家族名下的五点四九趴 陈正辉去年领超过三千万薪酬全集团最高 大到一挥经营策略大调整 吸体牛排淘版乌海原烧超过五百元以上品牌 菜色微调 十二国以低价抢士但获利惨不忍睹 短时间不再发展庶民品牌 类似上司公司的博客选择权的方式 让我们本地的主管都会有这个机会 王敏说戴胜义还是会参与决策 是品牌精神象征 这一回要靠新舵手陈正辉 抢回台湾餐饮市场龙头 三雄花真森潘兆文台北综合报导